郭文宏 審柔 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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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d 政府其實在威服部 我們去查一下Open Data 這個名字下去的時候 因為這個案子是我寫的 所以其實我滿清楚 Open Data 寫最近的時候 它有個大的數據資料庫 它有很多的指令集 可以去搜尋來比對 以往我們量測個人的血液 就像每一個量 兩碗以後呢 早期都是用紙抄起來 紙抄起來的時候 有時候呢 今天出差忘記抄 就沒辦法抄了 或是抄一抄那張紙 被一杯水給倒了 所以也毀了 所以我們就透過我們的雲端畫 剛才那個阿伯兩碗以後 我們的APP 雲端的APP 就可以看得到 當然高一 還是北一 秀傳他們的資料 都可以看到那些資料 未來呢 我們 雖然我們可以採取到 那個每一個健康數據的曲線嘛 可能是只有個人而已 可是我們比對 衛伯部有一些 衛伯部的資料號稱是 全世界第三大 第四大資料庫 他可以把歐佩達 提供民眾數據百分率來比對 然後比對你的疾病 然後你個人是不是有特殊的疾病 他會比對出來 然後呢 你是台北市的居民 會不會他自己比較清淡一點 他比較不會得病 啊 原住民 他可能比較油一點 比較愛喝酒一點 他都可以各地比對出來 然後運用 未來給國民健康運用 更精準的改善方案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的系統架構圖 就是我們透過我們這邊的 血壓劑 血糖劑 這支設備 然後量完以後 透過來到我們這邊來 然後呢 我們再傳給Bdata資料庫 然後給居家生活業者 或醫療業者 或是資訊關懷來用 就是說你發這支手錶 你至少知道在哪裡 然後知道你的健康的素質 然後當然我們這支 現在你看到這支手錶他有心率 心率的手錶像我們現在號稱外面的 所有的什麼 Epson啊 Sony有心率的 那都是不準的 不準確率 那就像我們早前那支手環 大家做得很快 好幾千塊 結果呢 手環業者沒事來個小米 來個三百多塊的 哈哈 全部把你打死 睡眠的啦 記簿的啦 還有什麼心率的啦 其實呢 這都是不準 我們跟醫療單位開合 不是這支手錶 本身手錶 我們手錶是gateway 我們是跟剛才那些血壓劑 血糖劑 那些是醫療認證通過 他們只是量 然後透過我們手錶藍牙 電話卡上傳到雲端而已 這才準確率 巨大的市場需求 卻無更便捷的解決方案 這就像我們現在長照拔一樣 他根本就是好像 都不知道怎麼做 每一個都說銀髮怎麼 台灣老化 十幾%慢慢老化 幾年後 二零幾年後 台灣會怎麼樣 可是這個問題其實根本就是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都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呢 我們現在是 我們以我們業者心態是 真的是邊走邊學去做 當然呢 我們的手錶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要跟醫療單位合作 其實我們都有在賣稀的市場 我們剛才有講了 我們是大陸市場做第二號 第一名是澳洲啦 澳洲為什麼做比較好 他不是袋鼠多 澳洲土地是台灣的250倍 他的人口跟台灣一樣多 所以呢 他每次要看個病呢 就要開一段很長的時間去 看這個藥局 醫院 不像台灣 走幾步就有個醫院 所以呢 他們就很認真來推這個 遠距照護計畫 台灣是沒有 台灣只要有病 像我一個那個兒子 我每次都喜歡舉我兒子 我家住台北市萬方醫院那邊 好像一到三歲的時候呢 我兒子看病什麼都不用錢 好像台北市真的不是這樣 然後我們收集這些大量的數據之後呢 產生跟個人的比對 然後呢 然後把這些數字比對值出來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它給一些醫療單位啊 或是一些需要關懷的單位來使用 啊 早期呢 我們的傳統醫療就是個人看個人的 這片段性的治療而已 現在其實大家都有一些 電子健康的病例出來 可是 早期去年度政府要做衛生 那個電子病例的時候 也發現一個問題說 他希望做在天下一桶 一個智慧卡放下去的時候 你到診所就可以讀到你資料 那診所完以後 A診所可以看到 B診所可以讀 你今天在台北讀 然後晚上也可以讀 A到高雄可以讀 可是呢 每一個醫院跟醫院都有門派 長更甸的體系 跟農種體系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電子秘錄絕對不能是共通 不像 就像我們現在的幼虎卡一樣 台北幼虎卡好像只能做台北而已 高雄好像變一卡通 好像好像有沒有天下一桶 連這麼簡單的事情都不會 所以呢 你要先解決這個問題 無辯解決 這要修法還是要修過 因為各自化很嚴重的問題 的情況之下呢 你要先把幾個政府的策略 把它弄好 他才可以把它弄做好 然後呢 我們有經過我們長期間的追蹤 跟Open Data比對之後才知道 病症症狀是非專一性的 他有很多的突變雜質在裡面 這是我當年 三月做計畫的時候 在Open Data指令級 找到這是開放式的 我們要 我們要把這個指令級的資料 跟我們每個量測資料去比對一下 譬如呢 我65歲老人 一起從事運動比率 他戴我們手錶呢 他就可以知道 因為手錶 我們可以講 我們手錶有軌跡可以查 他今天跑去哪裡走路 今天走到哪些地方 今天走了幾步路 然後他的心率狀況如何 我們都可以比對 然後他應該還有個睡眠 糖尿病還有個睡眠 睡眠包在哪裡 好 舉例如果還有睡眠 規律的運動 睡眠的情況之下 像我們剛剛不是有藍牙的 有個藍牙定位嗎 我們今天把藍牙定位 貼到我們的房間的廁所 老人家最多是 就是喜歡上廁所 他呢 半夜2點明天 半夜2點或半夜3點起來 然後這個晚上 他已經寫來3、4次了 我們就知道 老人家可能膀胱有問題 再來追蹤 以這個幾個大數據來比對一下子 這樣子 以前呢 我們就是自己的 單純的個人的 譬如水壓的數值的曲線 現在我們經兌 例如剛才那個指令級 配出來三高盛行率 然後可以潛在人數的因子 然後配對新的 然後提供一些建議的方案 給一些醫療單位 以後看到這些族群的人 他我們要怎麼來 用 就是對症下藥的意思這樣子 健康習慣好愛生活習慣 然後給予對症下藥 然後給予充分的建議 然後呢 搞不好再一個大運用來看 下一代的是 下一代四季的疾病 他有沒有更好的整合方案出來 將個人健康這些縣市 個人健康中的主要給予相關疾病的評量 分數 再整合Open Data各縣市 還有耗發率 聖學率有效提供民眾 注意健康 然後呢 然後來培養運動 因為大數據收集就出來 就知道 就像我們不是很多 每次選舉的時候 他那民調中心有的都蠻準的 他不知道怎麼調查 他就知道 這些其實都是 就是大數據 他們已經有一段時間去比對出來了 就大概怎麼弱點就會弱得很清楚 我們家的地方是說 我們每次我們的血壓血糖 自己量以後都放在自己心裡面 可是我們家的東西好以後 我們就雲端 到雲端以後 子女可以透過APP 像剛才那一段 那個帥哥 看APP照 爸爸學要過高 然後我們也可以透過那個 像醫療單位 他透過我們的 Web平台 API的借接的情況之下 第一實驗也可以看他的資料 然後給一個健康的資料 這樣子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 智慧型曲線的分析 他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他的血糖的弱點分析在哪裡 然後我們如果給他用藥也是 改進 我們蓋德科技提供的 不是只有手錶 如果就像我常常講 這隻手錶 雖然我講的比較膚淺一點 手錶去比賽都是低迷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些平台 外面覺得我們看不到平台 然後加上我們的名氣大 所以每次比都是低迷 就是醫療 我們最主要平衡是要結合你的醫療 因為我們不是說 我們可以結合一些血壓劑 血糖劑嗎 這樣是醫療單位用 健康產業的業者 他比較不重視 已經得過血壓、血糖的 當然著重於一些亞健康的 譬如一些心率的錶 他可以平常自我健康管理 然後你真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到長照機構 長照機構我們收取到數據 或是把一些資料給長照機構用 他可以配合使用 這我們剛才講的 就是市場需要 確保變解決方案 我們當然希望就是說 以後 我們在ICT的 為什麼我們要去 故意去拿 澎湖縣那個智慧城市 世界智慧城市 因為我們常 我們家是做手錶 常常有時候叫醫療單位 或是叫長照機構 說 你要去推一下 老人家社區 照顧你怎麼照顧啊 我們每次跟他講 像我們跟雙年 也有合作 跟長根也有合作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要怎麼做 我們要怎麼做 然後他一定覺得說 你講得很好 然後呢 我們沒有那麼多能力耶 沒有辦法 不然你全部來配合我們 一個個來執行 我又不做服務業者 我們怎麼可能這樣子 這樣子來幫你一直執行呢 然後他算了算了 每次都求人家 這次政府又來了 澎湖縣呢 澎湖縣我們老闆呢 是澎湖縣人 澎湖縣人跑去高雄住 所以我們對高雄跟澎湖都特別好 因為澎湖很多就是 人在本島 小孩在本島 很多獨居老的就死掉 死掉的時候他們就被罵 罵得臭頭 你為什麼兩三天才發現 奇怪 問政府什麼事 對不對 他說不行 你們戴心律表戴手上 雖然你說你不是醫療級的 對不對 醫療單位被判斷 可是你至少 戴手上你至少他會動吧 對不對 如果不動你心律師不會跳 講也對齁 所以你就戴個心律表 反正我只要看 那一個人有沒有掛掉而已 跟那一個人心臟有沒有問題 那是兩回事 所以很多事情 要從別人面向來看一下 當然我們手錶還可以派遣 居家派遣服務 居家派遣服務 健康醫療 然後飲食看護 購物建築 各位剛剛才有大米 當然我們收集這些大數據之後 還可以賣保健食品 對不對 只要說你看 但我們手錶多少肝病不好 多少高血壓病的 你就跟他講這東西行銷 賣降血壓的糖 藥給他就可以了 當然我們把這些資料 然後來個大數據的分析 跌倒風險什麼都可以用 我們除了醫院養老中心服務 醫療機材我們都有合作 就我們看的那些